各位同事 今年是行政長官選舉年 上流社會為行政長官選舉似乎鬧得熱紅紅 到處掛了什麼宣揚行政長官選舉的宣傳品 但是這場行政長官的選舉遊戲 就和全澳絕大多數居民無關 因為行政長官只是由400個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出來 而這400個人是由800多個社團所推派的5000多人去選出來 問題就是行政長官既是澳門人的行政長官 為什麼只有這400人有權去選行政長官 澳門的行政長官即使不能夠承認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 澳門人最少應該可以投票選有權選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 為什麼這800多個團體5000多人就包辦了澳門全澳市民的選舉權呢 這400個選舉委員是怎麼產生的呢 這800多個團體和5000多人又是由誰來陰定的呢 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如今澳門的特首並不是協商產生 而是選舉產生 那為什麼絕大多數澳門人都沒有投票的資格呢 這樣的行政長官選舉既排斥了澳門大多數市民的參與 也都排斥了其他4000多個社團的參與 即使屬於這800多個社團的會員是同樣被排斥在這個小圈子選舉之外 這樣的選舉貫之為小圈子確實是名實相符 這個制度的荒謬之處是將選舉自己地區的領導人 這個本來屬於澳門人的基本政治權利 亦都是基本法所規定澳門人所擁有的選舉權全部收納在小圈子之中 幾十萬的澳門居民 就是在這種荒誕的選舉制度之下被強行代表了 就是這樣澳門的私樓天價 而政府不理民意只是擠牙膏式地建公屋 15年來瘋狂賤價批地有關係有背景的自己有肥到褲都穿不入 外露十幾萬黑工無數搶奪澳門人的就業機會推高物價租金 叫澳門人苦不堪言 公共工程狂開狂超之任人於取於攜 這種願像都是跟小圈子選舉有直接關係的 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由他們決定誰來當特首 這樣民意和小圈子中特權人士的意向之間 屬輕屬重還用說問 那麼澳門人怎麼打破這種被代表選行政長官的局面呢 過去一直都有人認為澳門不能夠提普選 因為澳門基本法沒有好像香港基本法 這樣規定行政長官最終達至普選產生 只是這樣的理解不準確 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這個論述很明確保留了一個極大的彈性 即澳門行政長官既可以是最保守這樣用協商產生 選舉權 而不論行政長官是協商產生 還是透過小圈子選舉產生 都令絕大多數澳門的永久居民的選舉權 遭到無理剝奪 有違基本法第26條的規定 從法律角度來看 基本法第26條屬原則性的內容 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則屬操作性的內容 當兩者躺有存在差異的時候 當以原則性所規定的為依歸 因此結合基本法第26條來看 行政長官即使在基本法上沒有定名 最終達至普選產生 但在確保澳門人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那行政長官最終已經由全澳合資格選民 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這是連中央政府都認同的 只是本地的既得利益集團 從中作簡而矣 因此我們在2007年提出 2019普選特首 當年我們主張特首邁向普選的第一步 應該由選舉委員會依法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再由全澳市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在實行一人一票選特首之後 再在適當時間進一步開放提名權 引入公民提名等特首的說去提名特首候選人 實現真正的普選 實現澳人民主自澳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 建立一個公平公開公正民主的社會 多謝 選舉 選舉 政條 選舉